在台灣有一間已成立近20年的遊戲公司 當時開發過不少款有名的PC遊戲 或許你也曾經玩過他旗下的遊戲 哈囉大家好 我是Minde 今天我們來介紹 聖劍 雅瑟傳奇 這邊會稍微雜談一下 如果急著看遊戲評測的觀眾 請使用下方的時光機飛躍去未來吧 遊戲開發與發行為台灣的傳奇網路 對這公司最早的印象就是2008年的《經理樂章》 以及2010年的《聖境傳說》 包含這幾款以外的PC遊戲 目前都還在營運中 傳奇這間公司早期的主力 也都是以開發PC上的MLO為主 絕大部分也是主打Q版的可愛風格 而這點其實也被很多人吐槽過 因為玩法跟風格其實都很接近 很有如今的換皮的概念 而在2016年時發行了最後一款PC作品 拉普拉斯的繩子後 就完全轉型為手遊的開發商了 陸續也發表過10來款手遊 但生存週期大約都2-3年左右就結束了 而目前最長售的就是2018年的《風之國度》 這款是與中國的子龍合作 將IP授權所開發的遊戲 這在之前的影片中有提到過 感興趣的可以一句右上角瞄一下 而根據數據統計分析 目前傳奇旗下的全部手遊中 在6月份的營收表現 表現最好的為 日版的《風之國度》 以及日版的《金銀月裝》 其他幾款就有一般般 《風之國度》在日本的營收表現其實非常優秀 平均每月都還有2億日元以上的營收 換算台幣大約4000萬左右 作為一款已經營運3年以上的作品 這表現其實不算太差 根據之前2021年的報導 目前傳奇手遊的營收有超過50%是來自日本市場 這樣看下來也非常的符合 甚至超過非常的多 而某方面我們也該感謝中國吧 不斷把垃圾外銷來台 反倒日本卻沒有像我們這麼幸運 以及當地喜好的遊戲類型有明顯的差異 目前這類MFO在日本上個月的營收 最高的為天堂W 其次為天玉 但跟怪物彈珠的13億比起來 就顯得渺小得多了 另外暗黑永生不朽的全球營收 目前也才11億而已 其實一開始看到傳奇官網的這幾張宣傳圖 我還以為是中國的換皮遊戲 畢竟這設計編排風格實在是太相似了 外加我被推送的幾個廣告 都很難不讓人產生聯想 這邊先上感想吧 就是這款非常純粹的課金戰力遊戲 並不存在任何有趣或值得誇獎的遊戲性 並且帶有很老實的賺權風格 跟我之前介紹的眾多款遊戲一樣 課金點的內容 是遠大於給玩家的體驗 課不夠 就乖乖去當課長的炮灰吧 遊戲玩法為半放置的消紅點MNO 玩家可選三個主職業 或許未來會有其他職業吧 每個職業都還有各自的進階轉職 另外有個想抱怨的缺點 每次一上線都會直接這樣拉近角色 讓我想起諾亞之星 實在不是太舒服 劇情方面我就略過了 俗套而且無意義 3G建模方面 先略過各種穿模的問題不說 角色的貼皮材質跟細節文理方面 美工的處理還算是可以的 但整體水準對比主流並沒有太多優勢 反倒是顯得有些落後 而且角色表現得很沒有靈性 他就很像一個傀儡 我叫他動他才動 而對比我夥伴的待機動作 他是不是顯得更生動些 甚至連右邊的NPC都屌打我 建議官方未來可以考慮為角色設計一些日常的待機動作 讓角色更有生命力一點 戰鬥方面 官網說的是全屏炫技打擊 我看Google評價有人說這款打擊感很好 而這是我以為的打擊感 而這是遊戲實際的打擊感 總之看到這授擊反應 很明顯的是在各打各的 並不存在任何打擊感可言 而特效方面可能是為了減少玩家的手機負荷 讓你以為好像只是很廉價的特效錯覺 但其實它確實是 讓你有種夢回過去的感覺 比如說這火焰風暴好了 就兩頭光在那轉啊轉 我並沒有感受到所謂的炫 甚至不如好幾年前的遊戲 培養方面吧 看到這戰列系統跟排名了沒有 應該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什麼都不用管 花錢就對了 各種活動內容 都只是讓你好像有事情做 彷彿有種培養就能強大的感覺 但大多時候都是浪費時間的零提升 時裝乍看起來不影響數值 但它是有收集等級的 跟某二之國很像 獲取越多越強 總之 整體涵蓋的PVP要素比較重 而課金點方面 不考慮手除獎勵下 課金貨幣跟金幣為3比1 如果按說明的話 目前只能靠魔法效卡取得 有個所謂的工會分紅可以獲得 但也只是將玩家的課金丟進去再轉變 偷換概念罷了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武器製造材料 看到這魔幻的機率了嗎 0.02% 保底是649加1抽 換算成每單約666元 真是精心設計的數字 如果你臉黑的話 要59單加1抽才可以充滿 換算起來約4萬台幣 最屌的是這個夥伴系統 保底是1000抽啊 策劃到底是根據什麼腦迴路設計出來的 其他還有時裝魂金月卡我就不提了 都是讓你花錢換數值 而到底是誰給的自信跟底氣 讓廠商覺得這遊戲值得玩家投入大量的資金呢 或許開發的主管很得意吧 我這集合韓式風格中國式課金的歌賽風 肯定很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今年KBI隨便就達標了 我是真的搞不懂也完不明白這類遊戲 歡迎有課金或覺得好玩的觀眾留言告訴我 結論 做一款遊戲或許很難 賣一款遊戲卻很簡單 國產手遊算算這是我今年的第四款介紹了吧 其實本來就沒有期待過 所以也說不上失望 雖然總是會有那幾款讓人難以言喻的作品產生 但對台灣的遊戲產業還是抱有信心的 畢竟也還是有產出佳作的廠商 最後有觀眾留言大意如下 希望紅了以後勿忘初衷 我覺得現階段離紅還有很遠很遠很遠的路要走 我不是先被YT演算法忽略就是被廠商消失 我最早會開始做評測這系列 就是被那些換筆手遊廣告轟炸的很煩 但卻找不到做正常評測的YT 都是各種推薦Holson必抽之類的一次性犯商業影片 所以乾脆就自己來 目前大多數的內容也都是在挖背景跟黑歷史之類 也沒有刻意去迎合廠商的內容 各種代理也被我數落的差不多了 大廠不需要我小廠討厭我 在這大前提下我還真找不到任何理由 能讓廠商給我介紹遊戲 除非他只想花錢討罵 而糞Game就是糞Game 我沒有畫腐朽為神奇的口才 能將款款都講成神作 期待有天能壯大的話 能讓那些廠商稍微收斂收斂 當然前提是有那天啦 逆風不比順風來的順利 感謝持續支持的各位才能讓我繼續前行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GD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